文綺 黃昭文綺 詠勳 親愛的十四屆 你們準備好了嗎 來 來 我是十五屆總召文綺 就由我為你們一年的辛苦做結尾吧 首先介紹的是那個最神出鬼沒的社員 吳俊毅 他總是常常沒有出現在涉獵 社科也不見蹤影 我們都懷疑他要什麼影分身之術 但他帶人和善 總會完成自己分類的事情 接下來介紹的是 那個最愛欺負別人的社員 林云謙 每次看到他不是扒別人的頭 就是騎在別人身上 不然就是飛騎別人 他可以說是五個高二男生裡面最活潑的一個 接下來介紹的是那個胖胖的社員 黃靜澤 可能是高一跟高二男生比較不熟的原因 有一次有一個高一看到他想要叫他 但是卻不到他的名字 所以就跟他說胖胖的那個 接下來介紹的是那個高高瘦瘦的社員 李又慶 他真的高高瘦瘦得很長一隻 自己的綽號也叫竹節蟲 很適合他 但他也常常不出現社員 要加油 接著有最後一個高的社員 蔡知安 他真的是妥妥的一個工具人 每次跑我們驗收都會摸摸斑很多道具 但是他從不含苦 No name 因此有他 所以我才顯得那麼重要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的教務 Lulu 教務是個大忙人 但是對康福充滿了熱忱 他每次見到我們的時候都笑容滿面 他的笑容最能跟本人一樣甜的 接著介紹的是我們的總企廣仲 富洲說他跟歌手的廣仲實在差太多了 他是最神秘的人 每次不來大院都沒有原因 但他也是隱藏廚師 會做很多好吃的東西 接著介紹的是我們的黃金社員 一七 他帶人和善 教我們動跳跟熟魚的時候都很溫柔 聽說他在No name 雖然是黃金社員 卻砍了很多事情 但成績還是顧得穩穩的 接著介紹的是我們的公關經文書 班班 對 那一八五的身高 幽默的個性 還長得很像陳麗農 但他卻是No name 裡面的小女生 還很喜歡拿別人手機拍丑照 認識他應該都知道吧 接著介紹的是我們教務間活動 小鴨 小鴨每次看到我們跳動跳都會皺眉頭 因為他覺得我們跳得很醜 還有他常常跟我們的美萱吵架 我們都在旁邊看戲 接著介紹的是我們的美萱 薰 No name 的顏值單單 藝術美女一眉 道具場目對齊都是他的畫布 他衣櫃裡的衣服 可是普通人家約不了的人 果然人美穿什麼都好看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的輔射和活動 RAP 看著長髮飄移的他 不多說 超級像流浪汗 他把頭髮放下來打選手時 又超級像女鬼 但他也是公認中央空調 對每個人都很好 最後壓軸登場是我們的大大大社長 裕元 通通爆料 暫時至十五相處了快一年 但還是有人覺得裕元長得很兇 不敢接近 他真的未到內扛下了許多 希望退休後 他能好好當學徹小公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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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